最近十几年 中国建了好多座了不起的跨海大桥 比如港珠澳大桥 杭州湾大桥 东海大桥等等 再感叹他们的壮观之余 也不仅让我很好奇 这立在海里面的桥墩 到底是怎么建出来的呢 地面上的桥墩 相信很多人都围观过他们的建造过程 当年南京大搞地铁建设的时候 我就秉着吃灰不忘好奇心的精神 仔仔细细地看过高架桥墩的施工过程 基本上就是先挖一个坑 交组出一个笨重的混凝土地基 然后用钢筋在上面编出桥墩的骨架 接着再把模具一片片的拼到骨架外面 最后再把混凝土往里面移到 凝固之后大功告成 但在水里面能这样操作吗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如何在水里面修桥墩 基本上有下面四种方法 维燕 沉香 打桩和钻孔 我们一个个的来说 先说维燕 既然在水里施工堪比太空 那何不把它变成一片近空呢 当年摩西徒手就能在大海中 批出一片陆地 我们有了现代设备的加持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于是将我们需要施工的区域线围起来 然后把其中的水给抽出去 让这里干干爽爽的 不管是机械还是人员 都可以大展拳脚 这就是维燕了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使用最简单的土壩 就可以创造出这片水中的净土了 只不过由于土壤是会透水的 所以抽水泵必须要始终保持作业 否则第二天眼睛一睁 诶 我都发觉机去哪了 当然土壩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太结实 毕竟你没有办法在水面上将它们压紧夯实 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工程师会使用钢板装来维燕 这些彼此相扣的钢板 会被一个个的垂进水底的泥层里面 等围层封闭的一圈之后 再将其中的水抽干净 形成一个我们熟悉的干燥的工作面 第二种办法是使用沉箱 我们现在通常用的都是上下开口的 开放式沉箱 过去还有一种叫做气压式沉箱的 一会我会说到开放式沉箱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间分了很多格子 上下开口的巨大立方体 在地面上建好后 使用一个跟古埃及人运石头盖金字塔 如出一折的方式 把它们转移到专用的泊船上 泊船开到合适的位置 卸下沉箱让它下沉 沉箱一边下沉 我们一边在里面用清淤装置 把底下的泥沙给挖出来 使沉箱的底部一路下探到坚固的岩层 然后就可以灌上混凝土 将它变成结实的桥墩底座了 现在这个过程当然都是由机械来完成的 不需要我们亲自跑到里面去挖土 所以你可以看到沉箱里面 其实始终都是灌满水的 你可不用担心混凝土在水里面没法固化 实际上混凝土的固化本身就是需要水的 这个过程靠的不是干燥也不是蒸发 而是一个称之为水和作用的化学过程 那气压式沉箱又是什么呢 跟现在不一样 以前的人们是必须要到沉箱下面拿着铲子去挖土的 所以就要把里面的水给排掉 怎么排呢 用气压来排 气压是沉箱底部开口 上方密封 就像是你把一个空杯子倒扣在水里面一样 里面的空气会把水给排开 形成一个可以供人呼吸的空间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由于水压很大 所以沉箱里面的气压也很大 甚至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气压 这就让里面工作的工人从沉箱出来之后 经常莫名其妙的浑身疼痛和头晕 有些甚至因此而上升 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就是这样建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叫做减压病 跟很多潜水员患上的病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操补人道的方式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 好了 下一个方法 打装 你应该一点都不陌生 谁家附近没有过几个建筑工地呢 其实在水里面打装跟在地面上区别不大 至少在我们外行人眼里面看起来是这样的 无外乎就是把打装机装到船上 然后浮到水面上罢了 但有一点区别 打在水里面的装基本上都是斜装 它并不是垂直于水平面的 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它对水流冲击力的承受度 使整体的强度得到提升 你可能还会想到一个问题 要是我们的桥正好盖在水底全是岩石的地方 该怎么办呢 这装也能打得进去吗 打不进去 所以就得要用钻孔了 先将一根直径巨大的套筒插到水底 然后开动钻机往岩石深处 转上足够的距离 再把架构用的钢筋插到里面 最后灌上混凝土 就可以建造出强度极高的桥梁根基了 好了 以上就是四种基本的在水里面造桥墩的方法了 虽然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这些知识 但至少在下次乘车经过一座大桥时 可以把感叹抒发的更为深刻一些 我是火箭术 关注哦 让你爱上科学 汹涌的海面下暗藏礁石 这里是航海人的梦魇之地 立起一座灯塔成了当务之急 可是这里离最近的陆地也有14公里 在300年前的18世纪初期 怎么可能办到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术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人类与远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抗争 最终依靠奇迹般的坚韧和毅力 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认真听完 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人人都喜欢灯塔 你也是其中之一的根本原因了 而且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个由我原创设计的灯塔模型 好 现在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机 虽然灯塔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在非洲北海岸巴迪而起的亚历山大港的法罗斯灯塔 但现代灯塔还是要从18世纪初的埃迪斯通灯塔所起 首先 它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座完全被大海包围着的灯塔 其实它不是一座灯塔而是四座 是在200年时间当中先后立起来的四座灯塔 最后由它开创的灯塔方式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后来者 所以我们只需要讲它就足够了 第一座埃迪斯通灯塔开工于1696年的夏天 由亨利·温斯坦利负责建造 所以又可以叫它温斯坦利灯塔 温斯坦利是谁啊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密室逃脱的鼻祖了 生于17世纪英格兰的它从小就痴迷于各种机械装置 后来直接就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一座类似密室的公共游乐园 里面布置了大量的新奇玩意儿 有恐怖的鬼影幻象 有捉弄人的椅子 有装着发条就能够自己演奏的管风琴 甚至还有你点什么就会出什么饮料的水龙头等等 于是游客蜂拥而至 把大笔大笔的钞票送到了温斯坦利的手上 同时它还很近于雕刻 被国王查理二世相中 装修过自己的一座行宫 所以在皇室那边也很吃得开 于是赋予进取的它 就继续将自己所有的利润投入到一支 包含五艘商船的船队当中 准备在国际贸易上也要大干一番 但是五艘船中有两艘都先后触碰了 这块爱迪斯通胶而沉默 这就让温斯坦利坐不住了 连大英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也没有这么为难过我 你去去一块石头 凭什么敢这么欺负我呢 好吧 那就等着我给你盖个封印吧 于是他站了出来 立志要在这块危险的礁石上 建起一座灯塔 众人于是拍手叫好 因为他们也吃尽了苦头 早就想建个灯塔了 不过再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是最终改造定型的 温斯坦利灯塔的样子 你看下面 礁石的大小 不过只比灯塔大了一小圈 而且还是个斜着的 这就是这片礁区 唯一一处可以支撑建筑物的地方了 一个大约只有一半 网球场面积的平坦斜坡 在这里施工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温斯坦利显然是后者嘛 他是这么做的 第一年夏天他和工人一起 每天先花6个小时 从普利茅斯划船前往这块礁石 回去又要再划6个小时 你算数看 一天24小时 他们光是划船就去掉一半了 然后根据温斯坦利自己的记载 由于潮汐或者天气的原因 能够在礁石上施工的时间短之又短 再加上它离海岸实在是太远了 很多时候都已经划到这儿了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白白费去了很多力气 最后 礁石实在是太坚硬了 而他们手上的工具却只有铁鎬和锤子 哪怕在这儿想要敲出一个凹痕都非常艰难 整个夏天过去 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 就是在这块岩石上 凿出了一圈攻击12个石洞 并且在里面插上了长铁条而已 换做现在大概也就是一个下午的工作量 好了 到了第二年夏天 依靠那一圈铁条 他们终于在礁石上建成了一个圆柱形的石座 这些大块的石头 是他们费劲的从陆地上运过来的花岗岩 然后用简易的人字形起重架转移到工地上 期间还发生了一段趣事 当时英国正在跟法国交战 有一天温斯坦利的灯塔工地 突然就被一艘法国的武装船给袭击了 他们绑架了温斯坦利 并把他作为俘虏带回了法国 献给了国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一砍压 上天在眷顾我 居然把这么个天才工程师送到了我的面前 于是便开出了天价希望 温斯坦利为自己工作 但温斯坦利是缺钱的人吗 不是嘛 他坚定地回绝了这位法国国王 而路易十四转念一想 既然你不能为我工作 但至少可以帮我做一波工官嘛 于是大度地下令将这位工程师送回工地 继续他的善局 同时高傲地宣布 咱们法国虽然与英国人交战 但是却绝不与人性为敌 看这处理得多漂亮 值得咱们好好学习 接着来说检讨 这第二年就过去了 到了第三年 由于基本构架已经完工了 所以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虽然极不舒服 但至少工人们可以吃住在工地上 省去了每天往返的十二个小时 有了更多的时间工作了 于是进度马上就上来了 再加上上层建筑 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 所以到了这年冬天 一座高达18米的八角形灯塔 便松立了起来 11月14日 文斯坦利终于点亮了 灯饰中的60支油脂蜡烛 一时兴奋上了头夸下了海口 说这座灯塔将永远立于 世界艺术珍品之灵 但他忘了 大海不喜欢浮夸的设计 只筛选706年动工了 它在结构上有两处改动 一个是负责工程师认为 就是由于浮夸的外形 导致了前人被毁 所以这座灯塔的外观 一定要是简洁光滑修长的 第二个改动是 为了让灯塔具有更高的抗风能力 一根粗壮的橡木桂杆 被立在了灯塔的中间 其余的建造过程 基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依然还是那么的艰苦原始 这座灯塔屹立了大约半个世纪 停过了无数风暴 但是却没有停过自身的烛光 1755年灯式失火 迅速烧光了整座灯塔的木质结构 连金属构建都受热变形了 于是再次重建的工程紧急启动 这就是第三座由约翰·史密顿 负责的史密顿灯塔了 它对后来者影响巨大 史密顿天生在机械发明 很早就于善于发明各种仪器 而闻名伦敦 比如高温计和领航仪等等 年纪轻轻就当选为 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还在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当中 发表了关于水车和风车运行的数学原理的演讲 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实际上它的地位等同于同时代美国的 本杰明·弗兰克林和法国的百科全数编著者 要是放到现在的话 应该就是跟那些科技企业大佬的总和差不多吧 所以他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惊人 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决定 还造一座百分之百的石塔 1756年的8月 在石工队召集完成之后呢 史密顿的灯塔正式开建了 它的方案是这样的啊 首先在礁石附近锚定一艘较大的捕鱼船 作为石工队的临时浮动营地 从而解决了每天往返陆地和礁石之间的麻烦 其次呢 在陆地上选中一处石场 在这将每一块石头都精确的加工程 带有燕尾笋的形状 随后把它们运到礁石上 到了礁石 史密顿会使用他自己所设计的一种升降设备 来把这些石块掉到工地上 然后沿着设计好的环形路线 把它们相互损接在一起 在水平方向上形成一圈不可移动的坚固整体 垂直方向上呢 则用到了从造船上引入的技术 利用大理石暗笋和大木钉 来将上下两层石块结合在一起 当然这其中还少不了沙江的粘合了 就这样再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往礁石上运了1500个石块后 这座纵约1000吨的石头灯塔建成了 一如史密顿的预料 这座灯塔存在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其身下的礁石 19世纪70年代 在屹立了一个多世纪以后 这座灯塔的结构依然坚固 但是塔基下面的礁石却扛不住了 在经过海浪长期的侵蚀之后 形成了一个空洞 于是史密顿灯塔只好被迫退休了 第四座爱迪斯通灯塔被立了起来 如今依然还在那 这张照片中旁边那个矮一点的桩子 就是史密顿灯塔残留的塔基了 当然这可不是它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 它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建造灯塔的原则了 后来那些十分著名的石头灯塔 基本上遵循的都是跟史密顿一模一样的方法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石块在陆地上的一个石场中备好 用船运往建塔的礁石 抵达后再用某种吊机或者脚车吊到工地上 然后将石块沿环线层层向上累气 围成一个底下塔基实行上层塔身中空的石塔 其内部的空间用作储藏室和住处 在雷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之后 封顶安装上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灯饰和穹顶之后 便可以启用了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 建塔的工具有所升级而已 比方说把锚钉在礁石旁边的浮动营地 变成了立在灯塔旁的一座铁皮工房 稍微增加了居住的舒适度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维修工具的车间 比方说用蒸汽船来代替人力滑奖 用炸药来更快的移平地基 用气动凿烟机淘汰掉铁稿 用潜水服和氧气瓶 让潜水员也能够成为灯塔施工队的一员等等等等 直到19世纪末 城乡的引入才又带来了另一场灯塔建造的革命 当然那个就是更为现代的建造方式了 本质上我们现在建到海底的桥墩和隧道 也用的是相似的方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看我以前做的这一期视频 在这我就不再赘述了 好了 讲到这我们就真的知道了 建设灯塔全靠屹立 是跟自然硬碰硬的死扛下来的 一点捷径都没有 温斯坦利灯塔建了4年 史密顿灯塔建了3年 他们还算是快的 1867年法国人决定在阿尔蒙礁上建设灯塔时 大西洋的石城威力 让他们足足花了7年时间 才在这固定下了一个圆柱形的时机 之后又过了7年 灯塔才算竞工 前后耗费了不可思议的14年 所以灯塔并非印证了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 相反他们唤起的是 人类在面对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时的弱小与孤独 正是这种弱小与孤独才执重每个人的内心 让灯塔的魅力永不衰退 好了故事结束 我也通过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完整的把灯塔了解了一遍 算是给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个交代 同时还顺手做了这么一个好的模型 它的原型是1887年在英格兰西利群岛立起来的 第三座B小补胶灯塔 你看是可以点亮的 还可以给它换上不同颜色的灯 实际上不同颜色的灯光和不同节奏的闪烁 正是每个灯塔所独有的身份标志之一 它们有助于帮助随手正确的识别 它们到底是离哪一座灯塔更近 所以说就可以在大海上找到它们具体的位置了 把这样的模型灯塔放在书桌上 非常文艺哦 送一个给你吧 点赞转发评论说的最精彩的那一个 在它就是你的啦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